破猴 老娘今天就把你打得和如来一个发型 来得正好 打狗棍法 金箍棒怎么能破得了我的发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混蛋 你居然隐忍实力 藏到了这个地步 孙小五竟然用了一招瓶泪 就抵挡住了观音的一技能 这怎么可能 阿米格DJ佛 我日了个笑天犬的 有着这等实力 西行路上我特么的去拿给他找妖怪 我一直以为这小子是靠法宝多 没想到他的实力已经到了此等地步 不愧是我偶像 才修炼短短两年半就有如此成就 破猴 一掌你能接 那千掌呢 我日了个笑天犬的 我一直以为孙小五的牛逼劲是一掌赵公民给的 想不到 我也日了个笑天犬的 这你让他大闹天宫 怕不是一秒我们就无了 你们几个信不信我要死你们 要不我们去求佛祖 亲自大闹天宫吧 这好真顶不住 二哥 你是被吓哭了吗 也太没出息了吧 我大意了呀 想当年 孙小五还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小猴子 他漂洋过海地来灌江口找我拜师 如今我还是原来的我 而他竟然成长到了如此地步 早知道是这样 当初说什么也得答应他拜师了 我觉得其实你还不是最扎心的 观音才是最扎心的那个呀 我依稀记得他才刚刚出事时 是一个喊我妈妈的小猴子 现在已是物是人非 泼猴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你 郁静平 杨柳 你怎么跟我用一样的法宝 虾仁珠心啊 这打个架怎么还能撞山了 阿胚 撞法宝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的那个是母的 我的这个是公的 你的母的见到我的这个公的 不灵了 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的法宝 你 混蛋 你吃大力圣宝片了吗 看来观音一时半会 还无法接受现实啊 毕竟在原著里 孙悟空可是根本拿不动 他的预镜瓶 但我可是混沌魔源啊 去 你也有举此之道 蓝营草缠绕 法天相帝 法天相帝 真刺激啊 这算是一个四六开 观音四 孙小五六 啊对对对 如来估计要裂开了 本尊误我呀 一天天就让我背锅 压根不告诉我这徒弟 有这么强啊 我尼玛又是按照如来的计划 让他来大脑天宫 大家哪还有特妙的活路呀 如此恐怖的力量 小拳拳万一锤我胸口怎么办 啊你个DJ佛 我真是要直接裂开了 按照这个情况 西行路上别说妖怪了 连我们灵山最强的菩萨 都打不过了 这还取个锤子的精 此时的如来 拼命四十五度仰望天空 只为了不让眼泪掉下来 天鹏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孙小五 他不是才出事不久 怎么实力这么强的 呃 那猴子不是什么好人 以后见了他记得多远点 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为什么 孙小五是草贼 他怕你被抢走 我现在很讨厌你 你欺骗了我 你的实力竟然已经到达了这个地步 这可是我亲手养大的猴子 你居然如此地欺骗我 多想回到那个夕阳下 他还是一个小猴子 跟在我的屁股后面 问东问西 晚上还会说姐姐怕怕 因为在那个时光里 我可以轻易地揍他 曾经有一段快乐的时光 我没有珍惜 现在失去后悔莫及 世上最痛苦的是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会告诉大家 打弟弟要趁早 你也没问我问题啊 正常情况来说 你的实力是已经比我强了 但是你还是太年轻了 接下来我用出的实力 才是修行之中真正的分水岭 大道法则 大家快退 可怕 好恐怖的压迫感 这就是观音菩萨真正的实力吗 只有准生才能领悟的大道法则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 老年人不讲武德 欺负我这个年轻人 二哥 孙小五 他不会要输了吧 我看不明白 玩犊子了 我们没敢小看孙小五 倒是把观音给小瞧了 顶海神珠 去找你的主人吧 赵公明 你特娘在干什么 说好的事 孙小五与观音两个人交手 你个混蛋居然插手 你什么意思 我没插手 之前我借了孙小五的法宝 现在这个时候 我把法宝还给他很及时 这不是插手 只是归还他本有的东西罢了 你 老年人不讲武德啊 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